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德州 那我们就今天一起来聊聊吧 说起德州 无论你是否曾经在这里居住过 都会想到一个词 标寒 没错 这个州的人们堪称美国版的东北人 民风标寒 但也淳朴善良 你以前走的德州可能是这样的 虽然很多人知道他牛仔州的淳朴 却不了解他丰富的内涵 由美国调查局发布的数据显示 全美发展最快的前15座 人口达5万或以上的城市中 有10座位于美国南部 其中德州就有4座城市上榜 且排名均位列总榜单前5 是全美幸福指数最高的州之一 德州的达拉斯 休斯顿 奥斯汀 斯安东尼奥 在全美幸福指数最高的城市排名中 都名列前茅 那美国三十个最宜居城市中 德州占四席 四大城市 奥斯汀 斯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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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进入前30的排名中 其中奥斯汀 更是连续三年登榜首 最后 在十大变化最快城市排名中 德州的奥斯汀 名列榜首 达拉斯地区排名第二 休斯顿 位列第三 根据数据调查分析 全美最多新移民的城市排名里 德州四所城市 位列前十 休斯顿 达拉斯 奥斯汀 更是雄居了三甲 那美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 显示 目前来德州买房的外国人 已经超越了加州 德州成了外国人心中 仅次于佛罗里达州的 职业投资首选 德州更是成为 华人购房的首选之地 据统计 财富500千企业中 有57家在德州落户 目前 多达400多家的大公司总部 或者是区域总部设立在德州 超过2000家跨国公司 在这里设立分公司 据国际教育部最新留学报告显示 德州四季加州和纽约之后 最受留学生欢迎的留学地区 每年来往德州的留学生人数 飞速增长 都没有加州的卢雷冠 没有纽约的防华 和马萨尔朱萨州的复古 那么为什么那么多人选择了德州 为什么德州有这么大的魅力呢 今天我们就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浓浓西部牛仔风情的 美国德克萨斯州 雄区于美国之南 又叫孤星之州 它的首府是奥斯丁 主要城市有修斯顿 圣安东尼奥 达拉市 大城市的密度 在美国所有的州来说 都是非常罕见的 七个大都会城市 并驾齐驱 发展非常均衡 我就具体从七个方面来说一说 为什么选择德州 方面 德州的地理人文及多元文化 德州一直作为美国的千年老二 面积第二大 人口第二大 GDP排名美国第二 德州拥有前大的工业科技基础 石油业 电子业 金融业 航空航天业都非常发达 全美最大的20家石油巨头的 19家总部都在德州 它的地理特征多元 有沙漠 平原 山丘 也有海棠 孕育了城市间不同的特点 可能说起德州的西部风情 你会想起德州的牧场田园和浓厚的县土气息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德州也是一个文化的摇篮 奥斯汀作用皇华的音乐文化 因此被称为世界音乐演唱会之都 休斯顿是艺术家经常到访的地方 还专门有一个博物馆区 拥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展览和艺术学院 也同时是很多戏剧和影院的重要根据地 达拉斯的艺术区也是相当有名气的 其建筑本身更是令人惊艳 通常一座城市有一栋普利策检 德州已经世俗不易 那达拉斯的一个艺术街区竟然有四栋 而且在这里 无论你是美术、音乐还是戏剧爱好者 都可以找到属于你的地盘 德州同时也是美国多元文化紧密融合的一个典型地区 无论来自世界各地都可以拥有自己的社群 还有彼此尊重对方文化 据人口调查统计 除了美国本土白人外 其他少数族裔 例如拉丁裔、亚裔等 总共占了全部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 而在亚裔人口中 华人、印度人、越南人以及韩国人 又占多数比例 因为亚裔人口的众多 所以配套亚裔的生活服务上也是颇为完善 以修书敦为例 这里的中国城比纽约、洛杉矶的都要新 而且便利 大大小小的中国超市、中国餐馆就数不胜数 第二个方面 德州的经济 有句话说 Everything is big in Texas 也就是说 所有的东西在德州的话 其链级都会非常变大 没错 德州就是全美土地面积 人口和经济的第二大洲 德州在经济中占重要地位 20世纪早期油田、石油大发现初期经济起飞 80年代起 本地经济多元化发展 高科技产业兴起 德州能源、石化、农业、电子、寒天、金融、生物医药等产业均很发达 在次代危机后的2012年 其GDP增幅和总量位居全美第二 被誉为美国经济附属的领头颜 近几年来 德州经济发展得很快 在全美国发展最快的城市排名中 德州就占了三个 奥斯汀、达拉斯和休斯顿 原因是在德州的生活成本相对便宜 并且本地资源很丰富 其低税政策吸引了很多加州、纽约的大公司和高数字人才 前往德州工作和生活 这些大公司的举动 无不证明着德州在经济方面的邻居地位 德州也是一个教育资源很丰富的地方 威伊休斯顿的莱斯大学 是全美最著名的大学之一 是有南方哈佛之城 并在材料科学、纳米科学、人工心脏研究 以及太空科学等领域占理想地位 另外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 南卫理工会大学 德州农工大学等等 都是世界知名的 这也难怪所有大公司都想帮来德州了 高中教育也是一如既往的给力 那全美国最好的高中在哪个州 德州的两所学校是全美高中托普斯 那全美排名前50的高中有8所位于德州 如果在德州上高中的话 就读德州的州立大学 这可以支付州内学费哦 要知道州内学费只有国际学生学费的一半哦 这可以省下不少教育经费 第五 医疗体系 卫宜休斯顿的德州医学中心是全美 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 医疗水平最先进 最有名气的医学政策 并且德州医学中心有全美排名第一的 癌症状况医院 Medical Center 还有九副盛名 进行过全世界第二列心脏移植手术的心血管 专科医院 位于这里的休斯顿 卫力工会医院 则是德州排名第一的综合医院 卫力工会集团的旗舰医院 所有科室实力排名均位于全美前列 劳布斯 沙特万斯等真药的保健医院 在德州的达拉斯 也有赫赫有名的西南医学中心 医疗科养已经成为德州各大城市 集成格际化大都市的右翼窗口 第六个方面就是税收政策 德州无州税 没有个人所得税 纳税人的负担比加州小很多 全美排名第46位 同时呢 德州对企业的税收也很低 最多5% 德州只好与自己对商业友好的法则 精明的支出和低额的税收 让更多的企业将目光转向德州 更是吸引了大量的人口 前来就业 创业 定居 人口的增加 极大程度上 推动了德州的经济发展 同时呢 也推动了房地产市场的火热 最后呢 德州地管人稀 房价地 德州的房价地 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你知道吗 德克萨斯州的房价 中位数在15万左右 仅为美国平均房价的70% 有句俗话甚至说 德州除了空气 最便宜的就是土地了 并且呢 房屋状况 普遍叫新 面积小大 而且还是独立物 而对于呢 美国购买房产的投资者而言 房价是一个必须要考虑的因素 在德州 主流的房屋价格大概在20到30万美元之间 50万就可以买到一个400到500平米的大别墅了 简直是超值 同时呢 德州有阳格的自主住宅保护法 对于人的住房权保护最佳 在德克萨斯州买房子 不仅是低成本 同样享受到高房价涨幅和租金收入带来的持续收益 今天就分享到这 以上的优势有没有达到你 喜欢的话点个赞 我在德州等你